不過我想對台北市民來說 可能更重要的是 他們想知道 如果是你對上連勝文 你的優勢是什麼 那為什麼 他要把他的票投給你呢 你為人給台北市民 什麼樣的一個生活 其實老實講 我相對所有其他候選的最大優點是 我比較沒有那些政治包袱 沒有那些政治包袱 就好像 像太極雙星這個案子 你想想 這是郝龍斌市長 他的十大建設的第一個 結果第一個就突起 你想想一個七百億的案子你知道 可以從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業評審委員會 這樣一路通過你知道 就表示說 用明南話來講 整座船壞掉 為什麼會這樣 很多政治是這樣 就是說為什麼政治 有時候政治不得要 為什麼不政黨輪替 為什麼不得不政黨輪替 就像你最想念 利益團體盤中湊潔 所以太極雙星是一個很大的案子 坦白講你說我最 跟相對其他候選人的優點 最大優點是 第一個我比較沒有過去那些政黨派系 你想想看你每次選舉 都要跟人家收政治獻金 其實台北市 如果選舉我猜 我猜其他候選人最大的金主 都是營造商跟建商 你平常拿人家那些錢 你到時候土地重劃 這種都市規劃 都市都庚 你如何能夠硬得起來 很難你知道 因為你過去拿人家的錢 其實我倒覺得我最大的優勢 是沒有包袱 另外一點是這樣 不過這樣講就不好意思 每次人家講說 你不可以在媒體上這樣講 坦白講我還是很聰明的人 這個智商超高的 就是說你要比念書 比學習 這個當然是 不是 比個人條件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政治上不是比個人秀 還是團隊 你只是個leader 不過還有一點 我贏過所有人最大的特色是 因為我是個 過去是不但是醫生 而且是管家務病房的醫生 生死看太多了 所以我明立新 那種比較淡 比較不會那種 咕咕摸摸的 我比較平 其實我比較平易近人 就是說也沒有什麼身段什麼 因為對我來講 那個生死我看太多了 所以說你不要以為 你平常什麼大老闆 這個生病躺在床上 什麼都不是 我倒覺得這種個性上 生死對明立比較淡薄 那種反應快這種 其實學問也算 其實我算是很會讀書的人 就是說知識也還不錯 所以比個人條件 應該都會比較好 另外就是我比較沒有包袱 你提到你本身的優勢是 可能真的是才智過人 這是比別人反應來得快 變得生死看得多 可能明立看得也淡 他們沒有包袱 但是施政團隊該怎麼辦 對 所以這是問題 所以是還好 我覺得是這樣 我每次說 如果是下個禮拜上班 當然是問題 對 但是你給我一個年 一年的時間 我長很長的時間 慢慢準備 慢慢去認識人 這個倒是 我倒是有把握 我想特別市民 真的都會非常的期待 對